我不知道其他国药 但是我在荷兰生活几年 真的外表上没有什么变化 慢慢变老了 可是思想上绝对改变很多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还是 怎么讲因为受那个环境影响吧 有时候想炫耀一下 尤其是当你财富膨胀的时候 或者是考上非常好的名秀 有很好的工作 就是各种各样的炫耀吧 买一辆好的车 然后还要比 就是生怕自己被比下去 对 然后说到比中国人是比较爱比的话 哦 我不能用中文 就是还是看人 不是所有中文 我是其中一个 就是特别 就是生怕别人看到自己的短 就是想掩盖自己的不足之处 反而会让自己生活不开心 在荷兰这边就是没有人会计较你穿的名牌不名牌 你收留多少 你什么样的车 就是你只要是个开心 阳光 很nice的人 然后他们都会愿意和你 就是交流 就是他们主要是看人 他们同样也不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你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 或者是哪个城市的 就是这种话题 我很多的时候在国内是经常被问到 尤其是就是周边的中国同事 就是他们很爱问这些问题 想看 探探你的地霸 在荷兰这边真的就是很自由 做自己 就是我我我反而也买到了非常便宜的 连欧的衣服 反而很自豪 就是很开心一整天 就整个的思想有一个改变吧 还有当你出国的时候 你不仅仅是和 当地的人交流 学习当地的文化 比如我在荷兰 我其实更多的是 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 我认识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过来的人 就是当你学习不同的文化的时候 你会愈加的就是 就包容性更强 包括一些宗教啊 信仰啊 一开始我没出国之前 我对一些宗教信仰感觉很紧促 然后现在我虽然我没有就是宗教信仰 但是我很尊重他们 就是他们 就什么都有存在的原因嘛 你会变得更加包容性 然后不会那么极端嘛 一说到极端这个例子 比方说我都没出国之前 因为学习 周旋的时候学习一些历史 比方说清朝 清朝末期的时候 八国联军清华了什么的 然后我就对一些欧洲的小国家 这么小还欺负我们这么大的国家 然后就感觉蚂蚁的欺负大象 我都觉得这些蚂蚁就是不自量力 这时候来到荷兰之后 有一次在一个荷兰同学家里 我还提到过 我不喜欢这个国家 因为荷兰人曾经 侵华中国 侵略中国 然后像强盗一样 他们抢了很多中国的宝贝 当然我的荷兰同学 很够开心我的那些话 我现在想想 我不会再说那些话了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 都有类似的经历 比方说荷兰在二战的时候 他们也遭受很大的重创 来自于 希特勒的 纳粹 想不起这个词了 然后他们随时也很惨重 我现在住的城市路特丹 据说就是整个 基本上是在二战之后 全建的 因为那个时候 基本上我就差不多了 可是荷兰人 他们会有一些经验 被啊什么的 经验二战 死去那些亲人啊 战士啊 可是他们 并没有抵持德国人 他们对于德国人 里面来荷兰这边 生活 工作 休息 他们都是很欢迎的 他们并没有就是说 因为过去的历史 而成为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 所以我觉得要 就是出了国之后 就是 这种思想包容性 更加强烈 更加的理解 更加的明白这个道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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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